多乐故事 安全措施要学会 田田一家人在客厅里看电视 田田妈妈手里看着报纸 哎呀 孩子他妈 你一惊一乍的到底怎么了 田田妈妈走到田田爸爸的身边 你们看 这报纸上说 一户人家发生了火灾 就因为不懂逃生知识 结果一家都没逃脱 哎 的确很可怜啊 所以为了防患与未然 我们要演习下防火的知识 不用了吧 我们家不是安装了报警器吗 报警器只能报警 又不能灭火的 万一火势很大 你知道怎么逃生吗 这 我还真不知道 对呀 孩子们也不知道 正好教教他们 田田和西西听到了 走到了爸爸妈妈的身边 妈妈 那演习好玩吗 当然好玩啊 好耶 好耶 我要玩 这不仅是玩 你们也要认真学习 那 我现在来宣布规则 规则 对 我来扮演火 孩子他爸 你带着田田和西西淘宝 太好了 我要玩 我要玩 谁要是被抓住了 谁就不及格 就要做家务哦 同意 同意 田田 西西和爸爸 在卧室里玩着 田田妈妈 扮成火的样子 来到了卧室 起火了 我是火 火来了 被我抓到了 你们就惨了 妈妈先追着爸爸 爸爸跑到了床上 用被子盖起来 小 你觉得这个被子 能挡住火吗 妈妈又追着田田跑了 田田躲在了柜子里 田田 你以为你躲柜子里 我就找不到你了 妈妈又改追西西 西西躲在了沙发的后面 傻孩子 沙发 沙发可是熠燃的 真的着了火 沙发都会被烧掉 那我只能跳楼了 跳下去 也会摔伤啊 你们现在已经被火包围了 再想不出逃生的办法 你们就要完蛋了 那妈妈 我们应该怎么办啊 在家里 我们要准备着灭火器 学会正确的使用方法 啊 我想起来了 着火的时候 要用湿毛巾堵住口鼻 对 如果烟雾很浓 逃离时 要尽量把身体贴近地面 如果身上着火 千万不要奔跑 要立即用打滚的方式 压灭火苗 知道了吗 我们知道了 哈哈 那你们输了 去做家务吧 甜甜爸爸 带着甜甜和西西 就去做家务了 就去做家务了